主料,鱿鱼干一只,白萝卜一个,辅料,油,盐,葱,鸡粉,姜,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白萝卜切丝,鱿鱼干温水泡发后,切条,锅中热油爆香姜蒜,先放入鱿鱼干煸炒,煸炒至鱿鱼干卷吃,锅里发出嘀嘀的声音,闻到鱿鱼干的香味,放入白萝卜干炒片刻, 加入小半碗水继续翻炒至萝卜变软,放入葱花,盖上锅该门煮一分钟,即可,出锅前撒入鸡粉和盐,烹饪技巧,鱿鱼干要先煸炒,才会有嚼劲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